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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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真正的治好过一个病人 不但没事 不治好也就罢了 万一治坏了 他那朋友就指责他 我说你亏你还是个大夫 你难道说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治病吗你 你不知道啊 我对病人向来都很负责 什么负责方法 每次病人来的时候呢 我总是会热情的招呼他们坐下 询问一下他们患病的情况 然后再按照医书上所说的那样 仔细的进行检查 那医书怎么说 然后我再遵照医书给他们治病 那么你怎么从来没有治好过一个患者 那也不能怪我呀 我按照书本来治病 他们从来都不按照书本生病 谢谢 在法庭上法官望着被告说 我看你有点眼熟 我是不是曾经见过你呀 被告 我看看 想不起来了 在哪见过你真眼熟 老人您见过我 您忘了吗 怎么了 您的确是见过呀 是啊 您忘了 就在二十一年前 是我介绍尊夫人跟您认识的 哎呀 怎么了 想起来了 二十一年前 你是我和我太太介绍人呢 就是啊 看你有期徒刑二十一年 啊 商店当中啊 有一位顾客正在试裤子 就女售货员在旁边认识了 这条颗子 您穿上来真是太合身了 就想为你量身 并做得太合身了 是吗 你这么认为 可是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裤腰好像把腋下卡得紧了一点呢 想开心有觉到别大争别吃药 下一个节目是 都值了啊 有请节目主持人 哥哥 江南 你好 我是哥哥 大家好 我是江南 欢迎订阅人生 音乐激情引爆 这里就是 变死我了 开死了 有这么一位亲生啊 来到了精神科的医生那里 怎么了 因为他失眠 失眠 对啊 感到非常痛苦嘛 哎呦 失眠痛苦啊 这个医生呢 仔细地询问了一下他的病情 嗯 然后呢 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哎呀 你思念子吧 你这是病 你得住 这怎么住呢 你早到晚就对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一个病很简单 首先呢 你精神疗法 一到最 怎么精神疗法 首先躺在床上 要对自己身体的各个器官 各个部位 说话 怎么说呢 比如说你躺下了 你说脚趾 脚趾睡吧 哎对着脚趾 这个脚趾慢慢就睡着了 然后慢慢的 这个脚 我对他说脚睡吧 脚睡吧 慢慢的上面就是大腿了 就说腿睡吧 腿睡吧 脚趾呢 所以呢 医生呢 在劝他以自言自语的这样一种方式呢 来做催眠术 说这样呢 就可以奏向 睡得到晚上的时候 就问先生呢 就按照医生所说的罢了 他首先向脚趾说 嗯 脚趾 睡吧 脚趾 睡吧 然后又说 脚 脚 脚 睡吧 脚 睡吧 然后接着说 他腿 腿睡吧 腿睡吧 一直说到眼睛 眼睛 眼睛 这个时候 只见太太穿着透明的睡衣进了房间 这位先生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大家起床 大家起床 老陈 老陈请他的朋友在一家饭馆里吃饭 对 吃饭 他们一边吃 一边谈论这家饭店的精明咳嗽 哎呀 这老陈就跟朋友说 哎呀 你看啊 哥们 你看 这里的服务员 这服务真有一套 从来啊 对客户 对这个来吃饭的 那些 啊 放客 那真是 要求必应啊 从来不拒绝顾客们的要求 甚至说 到什么程度 你要一份阳光 他们会假装照你的吩咐去哪 然后过一会儿会告诉你 对不起 阳光 卖完了 你看多好 这老陈的朋友听了之后 我把说实话有点不开相信 于是呢 就叫过来一位服务员 就想试试他 那人 服务员 我服务员 你给我整两份捧龙肉 捧龙肉 那先生 你喜欢什么样的捧龙肉呢 哎呀 我 煮的熟一点呗 偷偷一耳 挖手挖手 给你耳朵一下 好的 好的先生 哎呀 还真是你 服务员啊 这下太明了肉又走了 不一会儿又回来了 先生 真抱歉 这这这打打的 卖完了 啊 先生不瞒您说哈 其实恐龙肉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只是不太新鲜 我不忍心卖给您 哈 哎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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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一对青年男女 哎呀 准备要结婚了 结婚了 这男的对女的说 哎呀 妈我说呀 我呀 是连攒在戒 哎呀 总是凑不够那五张个钱 要咱俩结婚事 你看 要凑不够那讲就讲就行吗 休想 怎么呢 跟你说哈 凑不够五十万 最少也得四十万 为老师 告诉你 我这可是一次性奖家 哎 结婚不到五个月 这妻子啊 就生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啊 这丈夫呢 就有点怀疑的说 亲爱的媳妇儿 你说咱们这孩子是不是来得太早了点啊 嗯 嗯 还不是呢 不不早 我眼前都 喜喜 哎呀 亲爱的 那是我们结婚了 结得晚了点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